今天繼續講Duo Simplex 繼續講Duo Simplex Duo Simplex上次跟各位講過不太容易懂 所以上次請各位回去自己練習一下 想必各位沒有練習 想必大部分沒有練習 少數還是有練習 很佩服大家 如果有練習的話我很崇拜你 我覺得就是見到一個學生應盡的義務 至少你想把這門課弄懂 我們還是按照慣例 稍微複習一下Duo Simplex Duo Simplex到底在做些什麼東西 好那黑板上這兩個呢 這個是原來的primal的問題 原來的primal問題 然後我們加上去這些select variables之後 發現它竟然沒有起始的可行界 因為s5等於-8s6等於-2它沒有起始可行界 我們說過可以怎麼辦 我們說過可以怎麼辦 加上artificial variable 然後用two phase big gap去做 但是在這個時候如果我們把這個主問題 轉換成對偶問題 這個formulation就是在講義第12頁最底下 上次上課也跟各位介紹過這些怎麼弄來的 怎麼弄來的 好那把轉成對偶問題之後 你發現它竟然有起始可行界了 y4等於8 y5等於8 y6等於9 好像很簡單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對偶問題上面 來執行simplex 然後做到最後再用complementary solution的觀念 再找到原來primal的這些變數的值 我們就解決了 但是我們說這樣子還是很麻煩 好要先把primal轉成duer 在duer上求解 把求解的結果再轉回primal 轉來轉去的 我們就在思考說 有沒有可能就直接在primal上面 來執行simplex 但是在執行的時候 它的本質就相當於在對偶問題上面 來進行simplex的運算 所以說我們就有duer simplex 好 在這白板寫的就是duer simplex的步驟 在這邊寫的duer 就是在對偶問題上面執行正常的simplex 所謂的primal 就是在主問題上面執行duer simplex 這是我這邊寫的意思 好 那按照正常的程序 在對偶問題上面要執行simplex的話 第一步驟 在目標式若靈當中 找到一個具有正係數的變數 把它當成是interruptible 好 這個是我們的對偶問題 那按照呢 按照我們以前的做法 做法 那你看看 找到一個負的吧 你看看 找到一個負的 找到一個負的係數 寫錯了 因為要移到right hand side嘛 所以找到一個負的 好 所以說在若靈當中 我們要找到一個負的係數 來當成是enterned variable 所以說今天對於隊友問題來講 這是我們的隊友問題 那這個是我們的primal 那在隊友問題上面 執行正常的simplex 那你要找誰來enter 這邊負的有誰 有負2 有負3 習慣上找負比較多的 負2來enter 但是我們偏偏要找y3來enter 那y2要enter的 自己回去當練習 好 這時候呢 如果我們在primal上面 來執行dual simplex的話 那他們的做法就是 在right hand side 在右邊的常數項裡面 就是目前的解 找一個負值 所對應的basic variable 來當成是離開變數 好 那麼看我們這個primal裡面 我們的right hand side 誰是負的 負8 負2 這兩個是負的 這兩個呢 找一個 通常理論上是找負8 負的比較多的 但是現在 今天我們故意的 找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要讓各位當成練習 好我們找負2 在這負2這邊裡面呢 誰是 誰是 誰是basic variable 這是basic variable 對不對 這三個是什麼 這三個是南basic variable 所以找一個人來離開 那誰要離開 好 我先把它圈起來 x4 x5 x6 是basic variable 好 那今天誰要離開 當然是 x6 要離開 x6要離開 好 因為這是負的嘛 那負的在這個raw裡面 這個是 x6 是basic variable 所以x6 就要離開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就可以得到 這個叫做我們的什麼 leavingraw 那剛才呢 選擇y3呢 要enter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 entering column entering column 好 這是我們第一步嘛 選擇 在做正常的simplex 先選誰要enter 但是在多simplex的時候 剛好相反 先決定根據right hand side 來決定誰要離開 為什麼 因為1-8-2 跟它的目標是 1-8-2 都一樣 好 這是第一步 那第二步呢 我們要做minimum ratio test 在正常的simplex 當我決定誰要enter之後 我就要決定呢 誰要 離開嘛 那誰要離開 看我們的entering column 找到正的係數 還記不記得 找到正的係數 然後呢 把它除過去 這是8除以1 這是9除以1 誰比較小 8除以1比較小 所以呢 誰要離開 所以這時候誰要離開 Y3 enter 那誰要 誰要離開 這比較小嘛 那當然是Y5要離開對不對 當然是Y5要離開 這會做吧 這以前的simplex嘛 因為Y3要enter啊 那今天 1除以 8除以1 9除以1 這比較小 比較小的話 在這個 如果裡面 Y5是basic variable 所以它要離開嘛 所以Y3 enter Y5離開 這部分不應該有問題 對不對 因為這是基本的simplex 所以你應該知道該怎麼做 那在這一步驟 如果對應到dual simplex呢 怎麼辦 這時候就變成說 在living rule當中 在living rule當中 找一個具有負係數的變數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看這是-1 正1 正1 那它對應的呢 正1 負1 負1 是不是差一個負號 所以說呢 在正常的simplex裡面 我們找的是 具有正係數的 那麼在dual simplex裡面呢 我們要找一個 具有負係數 且與目標式的係數比值 為最小 為什麼 因為目標式跟right hand side 剛好是對應 那現在呢 在我們的living rule當中 在我們living rule當中 誰具有負的係數 誰具有負的係數 負1 負1 這兩個都負的係數 對不對 好 那誰具有最小的比值 8除以1 9除以1 所以比較小 所以叫誰要進來 x2的比較小 對不對 所以x2要enter x2要enter嘛 因為你看 8除以它係數1嘛 那9除以它係數1 那8除以1的係數比較小 所以x2就要enter x2就要enter 所以這時候 我們就可以決定 這個就是我們的 entering column 然後這邊呢 是y我要離開 所以這是我們的living rule 可以看到 今天其實我們在 主問題上面 來做dual simplest的話 它的本質上是不是跟 在對偶問題上面執行simplex 是一樣的意思 一樣意思 所以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不需要把primal 然後再轉成dual 在dual上面做simplex 再把解 再求回來primal的變數 不需要這麼麻煩 我們可以在primal上面 直接進行dual simplest 那在進行dual simplest的時候 講過很多遍 它的本質就如同在隊友問題上面 執行正常的simplex一樣 所以在這邊 這一步驟 第二步驟 就是所謂dual simplest的步驟 那當這兩個都決定好 誰要enter 誰要離開之後 接下來怎麼辦 對這個 這是所謂pivot 對不對 然後用所謂的基本運算 某個弱乘上一個乘數 或者是某個弱乘上一個數 加到另外一個弱那邊去 然後讓它的係數是1 然後上下的都變成0 所以就把它完成基本運算 把它完成基本運算 那完成基本運算之後的結果呢 我們在講義的第13頁 在講義第13頁底下 有幫各位把它算完了 是w-ye-0y2 加上兩倍y5等於16 -2y1加6y2加y4加y5等於16 這是我們計算後的結果 如果你連這一步驟都還不會算的話呢 那就代表你在第一次考試的範圍 你還沒有把它弄清楚 回去把simplex再練習一下 因為這是基本的運算 你一定要會 -y5加y6等於1 那今天在 剛才我們度而是決定 y3 enter y5離開嘛 看y3是不是係數變成1 上下都變成0 所以現在basic變成y3 還有y6 還有y4 所以y4等於16 y3等於8 然後y6等於1 這是我們做一個iteration之後 那同樣的在primal這邊呢 你做一個iteration之後 會變成什麼樣子 它的primal在這個地方 讓x2的係數變成1 上下都變成0 那你把這個用基本運算做完之後 你得到的結果 在講義上也幫各位寫好在這邊 所以你不用抄 最後結果變成z 加上16x1加x3加x8倍的x6等於-16 2x1加0x3加x4加x6等於-1 x1加x5-4x6等於0 -x1加x2加x3-x6等於-2 可以得到這樣子 好 你看是不是x2 係數是不是1上下都變成0了 又回到我們講的什麼 proper form或communian form 這時候它的基本變數 basic variable x2 x4 x5 好 那做一個iteration 好 那在下一個iteration呢 會不會做了 會做了 對不對 好 我們再看一遍 今天這個是我們的隊友問題 那在隊友問題上面 我們可以是在執行正常的simplex 所以你會知道我要選誰來離開 那誰呢 誰要enter 誰要離開 我們執行正常的simplex 誰要enter 誰要離開 看目標式 正常的simplex 看目標式 看誰是負的 就有一個是負的 ye的系數是負的嘛 所以一定是ye要enter 一定是ye要enter 那yeenter之後 誰要離開 ye要enter的時候 哇 係數都是沒有半個正的 有沒有人可以離開 有沒有人可以離開 你看嘛 這ye 往上ye要enter嘛 代表ye的指要從0往上升 請問對第一個限制式來講 ye可以升到多少 無限大 對不對 因為它是負的 ye往上升 那反正ye是跟著升嘛 所以升到無限大 第二個限制式 ye跟著升 ye3也跟著升 無限大 第四個限制式 ye升到無限大也無所謂 反正係數是0 有沒有人可以離開 找不到人可以離開 找不到人可以離開 各位還記不記得 當你找不到有人可以離開的時候 然後這個在simplex上面 是什麼情形 unbounded 沒有借 好 這是在對有問題上面 我們來實施正常的simplex 那現在我們在組問題上面 我們要來做dualsimplex的時候 會是什麼樣子 pick 先決定誰要離開 再決定誰要enter 對不對 好 那誰要離開 根據我們dualsimplex的步驟 看right hand side 右邊的常數項 就一個負的 所以誰離開 x4要離開 x4要離開 x4要離開的時候 誰要enter 在這個 在這個所謂的living rule裡面 我們說過要找到一個負的係數 找得到嗎 你可以發現 你竟然找不到半個負的係數 好 你們發現 這個要我們上次說 在living rule裡面 要找到一個負的係數 結果 x4要離開了 結果se的係數是正的 這個是0 這是正的 有沒有人可以離開 沒有人可以 沒有人可以enter 沒有人可以enter 好 你看 這是living rule 然後係數正的 0 正的 沒有人可以enter 所以呢 這是什麼情形 你不會告訴我又是unbounded吧 各位記不記得primal dual 如果一個是unbounded的話 另外一個是什麼 infeasible primal dual的關係 如果一個是unbounded 另外呢 一個一定是feasible 不可行 那你說 為什麼會不可行 你各位想想看 今天x4是多少 x4是-1 對不對 目前的解x4是-1 那請問我se 現在是non-basic 我把它當成entennial variable 它只往上增加的話 se從0 往上增加的話 s4呢 只好負的更多 否則它不會等於-1 對不對 所以呢 se如果變成entennial variable 它只從0 變成不是0的話 s4要往下降的更多 這個是0係數根本沒影響 這個呢 s6往上增加 x4呢 還是要往下降的更多 請問x4有沒有機會 變成大於等於0 永遠沒有機會變成大於等於0 所以它是不可行嘛 不管誰往上增加 x4永遠不可能變成大於等於0 所以它變成是infeasible 可以看得出這種關係 好 那這是我們的第一個範例 希望你回去做的結果 那跟我今天講的一樣 那當然真正在做的時候 你不會把Duo也寫出來做simplex Primal也寫出來做dualsimplex 你不會這麼做 所以你只會在Primal上面直接來做 好那在這邊呢 在講下一個範例之前 那我們要告訴各位 你覺得什麼時候可以用 你覺得什麼時候可以用Duo Simplex 什麼時候是使用Duo Simplex的最佳時機 就是使用 我們翻到下一頁 什麼時候我要使用simplex Duo Simplex 什麼時候可以使用 其實很簡單 好 這樣寫比較嚴謹一點 第一個 什麼時候可以用Duo Simplex 當然是我的Primal不具有可行解脈 你Primal有可行解的話 就直接用正常的simplex 你需要多此一舉用Duo Simplex嗎 當然不需要 所以第一個是 當我Primal不具有可行解的時候 就像剛才有個副的 對不對 不具有可行解的時候 我才考量 否則Primal有可行解 我當然做基本的simplex就可以 所以當我Primal不具有可行解 而且我目標是若靈當中 它的係數都是大於等於定 都是大於等於定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用Duo Simplex 像我們剛才的範例 我們Primal是不是沒有其次可行解 你看 Z加上8X1加上8X2加上9X3等於0 對不對 然後我們有個限制是-X1-4 X2-X3加X5-8 你看我們還有個限制式 有沒有可行解 沒有啊 為什麼 X5等於-8 當然沒有可行解 但是我在若靈當中 我的係數你看 一個正8 一個正8 一個正9 都大於等於0 這時候我就可以用Duo Simplex 那為什麼都是要大於等於0 因為大於等於0的話 轉成對有問題的時候 對有問題的right hand side 才會都是正的嘛 對不對 如果Rainless是負的話 你對有問題也找不到可行解 也找不到可行解 那就不適用 所以第一個 Primal它沒有可行解 而且它的若靈的係數呢 都是正的 都是正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來做這些事情 這個沒有可行解 這個呢 也是負的話怎麼辦 萬一它Primal沒有可行解 像X5等於-8 那結果它的若靈的係數 有的是負的 那怎麼辦 那就沒救了嘛 那就乖乖回到Big M 或者是Two-Face 講解上第二點寫的 如果連隊友問題 也沒有起始可行解的話 那你就乖乖的用Big M 或者是Two-Face 去想辦法找到一個可行解 再繼續做下去 那就沒招了 沒招了 好 這是我們的所謂的Duo Simplex 好 那底下呢 第十四頁有個範例 我們就來看一下 第十四頁的這個範例 那第十四頁這個範例呢 我們就不再把它的 作為問題寫下來了 我們就直接在主問題上面 做Duo Simplex 好 這是一個最大化的問題 加上4X2加X4加X5等於12X1-3X2加11X4-X5等於-4X2加X3-3X4加2X5等於-8 好 你看這個Problema有沒有可行解 它的Base Verbal 是誰 它的Base Verbal 是誰 X1 X3嘛 一看就知道 那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X1等於-4 X3等於-8 有沒有確實可行解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X1等於-4 X3等於-8 可不可行 不可行 不可行 一開始它沒有可行解 然後我們看看它的弱靈 結果目標是當中正四正一正一 哇 太棒了 都是大於等於0 所以我們可以用Duo Simplex來做 所以這時候可以使用 所以這時候就可以使用 然後呢 若0 中之 係數 均呢 大於等於0 所以我們用 Duo Simplex 我們就可以來使用Duo Simplex 因為它一開始沒有可行解 而且 若0當中的目標是中的係數 都是大於等於0 所以我們就可以 用Duo Simplex 好吧 用Duo Simplex 第一個回圈 怎麼做 決定誰 我們上次講的很簡單嘛 Pick 誰要離開 那誰要 Enter 先決定離開的 再決定Enter 好 誰要離開 看Right hand side 看Right hand side Right hand side 一個-4一個-8 要選誰 你選-4一個-8 誰比較 -8比較多 -8比較多 所以呢 應該選X3要離開 但是我偏偏要選X1要離開 回去練習一下嘛 去練習一下沒有X 沒有X 所以負的離開就好 理論上應該選 負比較多的X3要離開 但是我選擇呢 -4這一個 也可以 這時候就X1要離開 那X1要離開的話 那誰要Enter X1要離開的話 這就是我們的 Living rule對不對 這是Living rule 在Living rule裡面 找負的係數 負的係數 誰是負的 這負3是負的 這是正的不要理他 這是負1 好 那跟誰的比字 不再是Right hand side 是跟目標式係數的比值來比 好 這是3 4除以3 這個呢 1除以1 誰比較小 1當然比較小嘛 4除以3一點多嘛 那1除以1嘛 當然是這個比較小 所以誰要Enter X5要Enter 所以X1要離開 X5呢 就要Enter 所以X5呢 就是我們所謂的 Entering column 就是我們所謂的Entering column 所以X1離開 X5要Enter 那這兩個交會點呢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Pivot 那利用基本運算 讓它係數為1 上下 都是0 好 所以回去呢 你自己練習一下 好 利用基本運算 好 在這上面呢 來計算看看 那你會得到的是 Z 加X1 加X2 加12X4 等於8 負X1 加3X2 加3X2 減11 X4 加X5 等於4 2X1 減5 X2 加X3 加19 X4 等於負5 你會得到 你會得到 黑板左邊的結果 剛說過 這個是Pivot 所以它係數要1 你看 做完之後 X5的係數是不是1 上下都是0 所以從這邊到這邊 就是我們第一次考試範圍的 基本的Simplex 這部分 各位呢 一定要會 否則你多Simplex 做不下去 好 結束了沒 還沒有 對不對 為什麼 它可以繼續做 還可以不做第二個回圈 當然可以做第二個回圈 為什麼 因為Right hand side 還有負的嘛 對不對 Right hand side還有負的 所以呢 還沒結束 還沒結束 好 一樣 Pick 誰要離開 那 誰要 Enter 誰離開 誰要Enter 現在只有一個負的嘛 那現在我們的Basis是誰 S3 S5是我們的Basis variable 所以一個等於4一個等於負 你看 有沒有進步一點 本來兩個都是負的 現在呢 一個負一個正 稍微改善 可行性 不可行性 慢慢降低 不可行性 慢慢降低 好吧 那現在這邊只有一個負的 那誰要離開 負的這邊 誰是Basis variable S3是Basis variable 所以呢 S3 要離開 那S3要離開的時候 我們這個 就是我們的所謂的Living rule 在這裡 那在Living rule裡面 找到一個負的係數 誰是負的 那Basis variable不要看了嘛 要找Enter嘛 那是找Line Basic variable 這個是正的 沒有用 這是負的 負的 這也是正的 也沒有用 所以唯一只有一個負的 所以呢 也沒有好選了 所以X2 Enter 所以X2呢 Enter下來 X2要Enter X2要Enter 那X2Enter的話 這兩個交會點就是這個 這就是所謂的Pivot Pivot的話 讓它係數是1 上下 都是變成0 所以這時候 再用 以前所學過的 基本運算 再去把它算一遍 好 把它算一遍 那算完之後的結果呢 抄給各位 Z 加上5分之7X1 加上5分之4X3 加上5分之7是9X4等於7 你說怎麼會那麼多5分之1 沒辦法嘛 這個要除以負5才會變成1嘛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分母一定會有一個是5的 好 接下來 負5分之2X1 減5分之1X3 減5分之14X4 加X5等於1 5分之1X1 加X2 加5分之3X3 加5分之2X4等於1 我們做完是這個樣子 這時候的basic variable是X5 是X2 你看是不是有進步一點 X5等於1X2等於1 你看多可行了 好 多可行了 好 那要不要再繼續做 那要不要繼續做第三個步驟 好 這時候各位想想看 在我們的primal 在我們的正常的simplex當中 什麼時候要停止 simplex 在對我問題當中 什麼叫停止 它的最佳解測是什麼時候要停止 它的最佳解測是什麼時候要停止 在正常的simplex就是 若0 中之 係數 均大於等於0 是不是我們simplex就停止了 好 在正常的simplex當中 如果目標是裡面的係數都大於等於0 我們就停止了 那麼今天 如果我們在primal上面 做dualsimplex 什麼時候要停止 它的目標是 對應過來是對應到哪邊去 right hand side 所以right hand side 均大於等於0 我們就停止 那現在我們的right hand side 是不是都大於等於0 呢 一個1嘛 一個1嘛 所以呢 我們的right hand side 也就是我們的所謂的 Current solution 目前的解 為什麼right hand side 是目前的解 因為x5等於1嘛 x2等於1 不就是目前的解嗎 Current solution 均大於等於0 所以at 所以我們就找到 at optimality 我們找到最佳解了 最佳解我們就這樣找到了 那最佳解找到的話 它只能多少 就是x2等於1 x5等於1 這樣子 那剩下沒有寫的 都等於0 這些就是我們的最佳解 那目標是就是7 好 我們都可以求解完畢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要不要很辛苦的 把主問題 轉成隊友問題 在隊友問題上面 再來做simplex 再轉回來 不用 直接在主問題上面 執行dualsimplex 它的本質 就如同在隊友問題上面 做正常的simplex一樣 那你會問說 我幹嘛這麼麻煩 做這些事情 多繞一圈 我也不介意嘛 反正只要方便 只要好懂 只要好學 就可以了 為什麼要搞個dualsimplex 要回答各位這個問題 我們就繼續往下看 當我們在做敏感度分析的時候 在某些條件 成立的情況之下 在某個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們用dualsimplex 會簡單方便很多 是因為敏感度分析的時候 我們會用到很多的dualsimplex 所以等下禮拜二 再繼續進行dualsimplex的時候 你就知道 就知道 我們為什麼 在做敏感度分析的時候 就知道我們為什麼 要跟各位介紹dualsimplex 好吧 今天到這邊 我們會不會生氣 我們幾秒 進行 回答